这一回呢 山坡整个走山 山坡住宅是不是真的让人毛毛的呢 江一华表示说一个月之内会全面做体检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林佳元 来带我们了解 佳元 好了 国道三号发生严重的走山 甚至造成了四个人死亡不幸的消息 不过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说 自己的住家安全山坡地 就是到底自己的住家是不是所谓的山坡地 今天的内政部长江一华也说了 一个月之内呢 要进行清查 带你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体检最快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预计的时程是希望今天发函出去之后 两个礼拜内就要求地方政府 把检查报告报到中央内政部来 那么我们收到这个资料之后 召开一个会议 也许大概一周 那我们大概应该在一个月内 就可以决定哪一些地方要再去看 那至于说看的时间会需要多长 我们还要看学者专家 他们的专业评估 好 江一华表示 这一个月内会清查所有 我们各个地方各个县市的山坡地 不过大家很好奇的是说 马总统听说外传了他的住家 也是所谓的山坡地危险地 不过呢 江一华很低调的表示 这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权责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状况 把镜头先交还棚内主播 我给大家听说 好